Hello,大家好,我们又回到了我们AP微观经济小课堂,我是你们的吴老师,然后我们今天这节课呢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讲一下AP考试它是怎样子的,因为我们AP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是分开考试的,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讲一下AP的考纲,就像老师这个白板上面写式的,它是分为六个unit,等一下我会细说,然后第三部分呢我们是要讲一下那个书本的前两章的内容,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做几道题目做一下课堂小链,OK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那老师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啊,所以AP考试的话它是分为,刚刚老师说到它是分为AP微观经济和AP宏观经济,这跟别的考试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如果说是英国建桥考试的话,他们就是宏观和微观的知识内容是放在一起的,然后AP之前如果有学生接触过的话, 它的满分不是100分,也不是像雅思的9分,它是满分是5分的,然后一般来说的话,全世界考到5分,能拿到5分的同学是占18%,然后能拿到4分的同学是占到25%,所以加起来的话大概也有将近50%,所以如果要拿到好成绩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难,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AP微观经济,它具体是怎样子的一个考试内容,第一点,它是分60道选择题,第一部分是选择题,第二部分的话是它分为free response questions,它是由简答题来组成的,如果说是做选择题的话,它是有70分钟,70分钟它包括了60个题目, 60道选择题要做70分钟的话,那个滑下来的话是不是就一道题目只能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一定要快速的浏览,如果有难题或者是不太确定的题目的话,先放一放,做完了之后再回来看,因为时间是不等你的, 然后它选择题60,到选择题的话它占的是66.6分,然后刚刚老师还提到了简答题,简答题的话它是分三大题目,前面一道题目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它占了50%,然后后面的话两道小题也占50%,然后总共这个大题的话它是占33.4分,所以加起来的话是100%,然后值得一提的话是这个简答题, 它有点不太一样,它是虽然它有60分钟,但是它前面的10分钟是你不能动笔的,那个官方称之为planning time,就是你的计划时间,你不能动笔,你只能看题目,然后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动笔,就是你没有打算写,但是你动笔了,考官会把你请出考场,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OK,所以那个考试有什么问题吗?同学们,应该没有,对吧?五个分钟要考试了,所以大家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这个白板,老师把这个已经传上来了,它是APMicroeconomics,它有cost content,这是老师从官网上面解下来的,它分为六个unit,可以看一下, 这前面是三个unit,后面有再三个unit,所以它是有六个单元组成的,然后这六个单元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占的分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跟老师一起来看一下。 Unit 1, Basic Economic Concept,这一单元的话讲的就是基础的经济的概念,它占了考试的12%到15%的内容,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但是如果我们要掌握好微观经济的那个其他内容的话,我们一定要打好基础,所以这基础的那个这些概念的话,我们都要了解,有scarcity,今天老师课上会讲一下,然后resource allocation和economic system, 这是资源的分配和经济系统,这是后面的课程我们会讲到,然后还有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curve,就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它也称之为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这位同学是不是有点困,有没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有 你说 这个第一个scarcity是没有认识,我没有见过 你这没见过没关系啊 这个老师到时候会不会后面会讲的,这是scarcity,不是scarcity,它是由scarce,老师打一下这个单词啊,scarce,scarce这个单词是稀缺的,这是形容词,然后这边的scarcity是它的名词,是稀缺性,其实这是你的那个,应该是英语老师会教你的内容,但是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经济,因为我们经济其实是一个比较偏文的学科,所以英语,就是好的英语是学好经济的基础哦 哦,我英语不太好,雅思只有五分 嗯,也没有关系,到时候的话你可以联系一下你的那个班主任,问一下他可不可以补一下你的英语,因为那个英语还是挺重要的,学好经济的话 好的,好的,没关系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再跟我提问好了,然后刚刚老师讲到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curve,就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它也称之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线,到时候老师会跟大家讲,因为我们今天这节课就会讲这两个知识点,一个是scarcity,一个是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curve 后面的话是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个是绝对,不好意思啊,这是那个比较优势,因为还有一个是绝对优势,是两个知识点是一起讲的 后面有unit 2,就是第二单元的话是supply and demand,这个占了考试的20%到25分 其实要学好经济的话,你supply and demand,就供给和需求是你的基础,这一定要学好我们才能继续学习以后的内容 然后第三单元的话是production,cost and perfect competition,就是生产,然后成本,还有完美竞争那个模型 完美竞争的话,它是四大市场结构之一,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那个重中之重啊 在后面第四单元的话是非完美竞争,它就是包括了这以下三个那个市场 第一点的话是monopoly,是垄断,第二个是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垄断性竞争 和第三个oligopoly,就是寡头垄断,还有game theory就是它的博弈论 那个price discrimination的话是价格歧视,这是在我们学monopoly的时候会学到的 这个占了考试的15%到22%,它在考试当中的话选择题出现会比较少 但是free response question的话会比较多 然后后面两个单元的话是factor market,就是因素市场,然后第六个单元是market failure 就是市场失灵和政府的角色 对于这个考纲的话有什么不懂的吗,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这里面哪几个比较难啊 比较难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刚刚老师也说了前两章的知识点的话就是要打好基础 所以是基础知识,后面的话如果说一定要说难的话可能是四大市场结构吧 就是perfect competition和那个垄断,和垄断性竞争和oligopoly这个寡头垄断 这四个市场结构 但是如果你跟着老师好好上课,跟着我的节奏 然后把课后期题都做的话其实也不难 它难的话可能是画图这些 那老师,我英文不太好,做简答题会受到影响吗 是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的 但是如果老师教你的那些那个答题技巧啊 那些答分点你都达到的话其实也不难 因为简答题不是说全部都是用英文来写 它也会让你画图,你画图一定要画好 然后把横轴和纵轴坐标都标记清楚 然后那些虚线啊什么的都要标好的话 其实也可以拿到满分的 好的 所以那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内容啦 哦,还有一个问题啊 老师这个里面算术题目多不多 数学题多不多 我数学特别差 我数学老师早就放弃我了 英语老师还在抢救 数学老师早就放弃我了 但是其实经济是偏文的学科 数学的要求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就是简单的加减乘除 也没有说什么要微积分那样子那么难 哦,就小学生都能做是不是 对对对,只要你读懂题目 然后把数学的那些加减乘除这样子进行计算的话 其实是不难的 哦,那我就放心了 我也差不多就是小学生水平 哦,这样子的嘛,好的好的 我们其实这边还是可以补数学的哦 哦,不要了 好的,那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知识点的学习 我们刚刚第一章的话书本的内容 第一章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怎样考试 然后怎样备考 然后第二章内容的话是 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s Discipline这个单词大家认识吗 是不是之前学的时候都是说纪律啊什么,对吧 对 但其实这边的话其实是学科的意思 所以它第二章的内容主要讲的就是经济学科 这就是Basic Economic Concept 所以这一章一定要学好 因为打下基础的话 为以后我们的学习是有所帮助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字体大家能看得清楚吗 我来放大一下 这样看得清楚吗同学们 看得清楚 没有显示出来 我这边没有显示 没有显示吗 你看一下你那边可不可以放大一下 我来清除一下 你清除一下 所以来我们看一下啊 所以说如果说是那个那个经济学科 这一章的内容是经济学科 我们要分为几个知识点来讲 前面几个知识点的话就是分为 Mi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 Micro Positive 和Normative 这其实都是描述经济的 然后经济 Economics这个单词 其实它是经济学的意思 如果是economic 没有这个s的话 是它的形容词经济的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然后如果说那个economy的话 经济小张 请问一下 那个economy这个单词什么意思 经济 经济 对就是经济 它是名词 就讲的是经济体系 这以后我们也会学到什么 如果说是 Cland Economy的话 它就是计划经济 然后Market Economy 就是市场经济 这是我们下一章会学到的内容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Microeconomics 这个Macro是什么意思呀 不认识 Macro就是宏观 然后后面的这个单词 Microeconomics 它是微观经济的意思 宏观和微观经济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这一个 大家现在在上的这节课 其实是微观经济的课 那宏观和微观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一个大一点 一个小一点 对很好啊 红这个字在中文当中就是大一点 然后微的话 这个词就是小一点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定义 Economic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nation as a whole 就是作为国家 整个整体面对的经济的问题 对不对 那是不是比较大的问题啊 那我们看一下 Macro这个单词的这个A 其实在经济当中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词汇 叫aggregate 这个总的 总共的 是不是就以国家为整体 也是总共的问题啊 对吧 好像是呢 所以这个A是aggregate 以后你们宏观经济的话 会跟另外一个老师学 他姓冯啊 那冯老师会教大家 怎么学宏观经济的知识点 然后这个A的话就是总共的 aggregate 然后到目前为止 这就是我们微观里面 所有的关于宏观经济的问题了 所以接下来就要 可能是就是切入整体 然后Microeconomics 这个I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经济小张同学 你读一下这个定义吧 Economic problems are faced by individual units within the whole economy 对很好啊 读得很好 所以呢 这个individual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个的 对 一个个的 个人的 所以这边的I 你看到没有 Microe的这个I 是不是就是individual 个人的单元 个人的事情 所以在那个经济里面 对吧 whole economy 在整个经济里面 个人所面对到的经济问题 就是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要讨论的 所以我们这一 那个课堂 那个研究的话 都是微观经济的内容 所以我们研究都是 个人的内容 可以解吗 可以吧 理解 很好啊 所以我们来 接下来的内容 刚刚学了宏观经济 和微观经济对吧 那positive economics 和normative economics 跟我们经济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们先看positive normative positive 那个FYT小朋友 你知道positive什么意思吗 正的 对正的 所以我们在那个数学当中 应该学过 positive是正的 negative是负的 那正的经济是什么意思 看一下老师在这边标注的 实证经济 客观经济 能理解吗 什么叫实证经济 什么叫客观经济 是不是比较难理解 实证是可以用实证证实的意思吗 对对对 就是用事实 你看实证 就是实证证实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定义啊 economic analysis that draws conclusions based on logical deduction or induction 是关于逻辑思维 逻辑那个判断的 所以实证经济 它是没有 个人的主观意识 也没有个人 你看value judgments avoided 就这些个人的这些情绪的话 是避免掉的 只有logical deduction 另外一个翻译的话 就是based on data analysis 就是数据分析 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实证啊 那这些实证的话 是不是就是实证经济的内容 所以如果说 老师的deduction是什么意思啊 deduction是吧 就是判断的意思 那induction呢 induction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意思 你看deduction or induction 都是或者对不对 所以就判断实证啊 这样子的意思 很好 你问问题这个问得很好 值得表扬 然后那我们看一下 没有关系的 学好 我们跟着老师的节奏 英语也会学好的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normative economics 规范经济 什么是规范经济呢 norm 这个normative 是不是之前没有学过 但是如果说normal这个单词 记得吧 经济小张 normal 正常 对 正常的 如果是没有那个al的话 因为normal是形容词嘛 如果是norm的话 就是它的标准规范 对不对 所以这边normative 就指的是它的规范经济 主观经济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规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 所以 那个normative economic 就是根据自己的 你看economics involving judgment 自己的意识 自己的判断 对不对 所以这称之为主观经济 也就是规范经济 OK吗 可以 好 很好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这四个经济的 那个基础知识 已经学会了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经济学家 他们聚集在一起 老师也是学经济的 那我们不可能说是 就是 呃 浸壶茶 或者是 坐在那边聊聊天 肯定是也要讨论问题 对不对 就像那些数学学家 什么物理学家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问题 有自己的理论 对不对 所以经济学家 也是一样的 他们为什么要 讨论经济呢 是因为我们有economic problem 这是我们经济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How resources can be used to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是什么意思啊 呃 这个资源如何 嗯 被完全利用的意思吗 对对很好 fullest potential 就是最大的潜力 就是怎样子 把资源用到 他们最大的潜力 就是资源的合理分配 对不对 就是resource allocation 然后再加一个单词的话 就是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有效的资源分配 对不对 这也是我们经济的 最基本的一个内容 我们要把 所有的资源 有效的分配 那你们说说看 资源它是有限的 还是无限的呢 我们为什么要 合理的分配呢 呃 我觉得有些资源有限 有些资源无限 那那请问一下 什么是有限的 什么是无限的呢 举个例子好不好 比如说这个空气 太阳能是不是无限的 呃 那我问一下 那你到了太空之后 那你还有空气吗 为什么有预防员 他们需要背着 那个氧气筒 飞到太空上去 哦 好像是呢 对吧 那你到了晚上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太阳了 那是不是月亮就出来了 哦 对哦 对吧 所以是不是资源 其实再怎么说的话 它是有限的 对吧 你想想以前我们说什么人类 最后一滴水 就是我们的眼泪啊 是不是也是让我们保护资源 保护环境 对不对 啊 老师这句话哪里来的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啊 啊 这老师小学的时候 听我们小学老师说的呀 你可以搜一下 是有的 哇 老师你好老 我从来没听说过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没有关系啊 那今天你也听到了 听到了 我没有代沟 没有关系 那正因为我没有代沟 所以老师的经济知识储备比较多 所以你要好好听经济课堂 好吗 好的 所以这就出现了 刚刚这个经济小张问的问题啊 Scarcity 它是不是这么读的 其实应该怎么读 刚刚老师讲过 Scarcity 对 其实这就是Scarcity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资源是limited limited resources 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才会出现稀缺性这个单词 然后呢 那问一下FYT小朋友 Unlimited wants是什么意思 Unlimited wants是这个无权无尽的欲望 对 那我问一下 那个我们的人类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吗 应该是的吧 是的 对吧 嗯 因为我们是不是每天我们都想着 就像最近疫情这么严重对吧 那但是老师每天都想着 我好想出去吃火锅 我好想出去喝奶茶 我好想出去吃海底捞 是不是 这些是不是都是我的欲望啊 每天都想着发自的想吃一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就比如别的小女孩子的话 可能喜欢买衣服 逛逛淘宝啊 他们每天都想要买这个衣服 买那个化妆品 对不对 那经济小张同学的话 他可能喜欢打篮球 那可能今天想买这双球鞋 明天想买那双球鞋 对吧 所以我们的欲望都是无穷无尽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合理的 最大化的利用这些资源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但是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OK 能力点吧 嗯 很好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引出来的新的知识点 你看一下 make choices 是不是因为我们资源是有限的 欲望是无限的 我们要合理的分配 那怎么样合理分配呢 是不是就是做出选择啊 我们当我们选择A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放弃B 当我们选择B的时候 就不能选择A 对不对 哦 可能有些小朋友可能会说 那是不是说 我如果我足够有钱 有很多很多的money的话 是不是我能都能够拥有 但是你的时间是不是有限的 那你时间有限的话 是不是你 那个小朋友现在在这里上课的话 那你们是不是就不能 在家里面假设看看电视啊 或者说 那个 睡睡觉 是不是 那是不是还是说 还是要做出选择的 是 对吧 能理解吗 对吧 能理解吗 能理解 很好啊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做出选择 做出选择的话 我们又引出来了一个 新的经济的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的话 可能比较难以理解 因为比较抽象 那老师举个例子 先看一下它的定义 Oppunity Cost Oppunity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们 机会 机会对吧 很好啊 它就是什么Chance啊 也是机会对吧 所以Oppunity就是机会 Cost是什么呢 经济当中经常会出现 这个单词 成本 对 很好 小庄同学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两个单词 Oppunity 是机会 Oppunity见过 Cost 它毫无 不太了解 Cost的话是成本 花费 这边的话讲的是成本 当你需要花钱的时候 是不是你要把 你就是你的一个东西 它是有价格定价 对不对 你在那个买东西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有一个price 那就是价格 对吧 那它的cost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商人他们那些商人是不是他们需要赚钱 那他们要赚钱的话 是不是他们不可能说他卖一个东西 假设假设这个杯子 老师这个杯子50块钱 那这个50块钱的杯子商人卖50块钱 那它成本不可能是50块吧 那它这样就没有利润了 对不对 所以成本的话可能是10块 可能是20块 这就是它的成本 它的进货价 这就是成本 可以理解吧 OK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经济 因为我们要知道price 价格 cost 成本 还有profit 利润 这三个之间的区别 对吧 OK 嗯哼 那我们回到opportunity cost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the amount of one good that must be sacrificed to obtain an alternative good 什么是sacrifice呀 好像听说过但是不记得 你刚刚说吸 是不是牺牲的意思对吧 它其实sacrifice就是牺牲 刚刚老师也说了 我们当我们选择A的时候 是不是就要放弃B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要牺牲掉B 对吧 其实它也可以当作那个give up 这个单词应该学过吧 这个词组give up 放弃 对吧 嗯 对 很好啊 有共鸣了 所以就是当我们要选择A的时候 我们要牺牲掉或者放弃掉这个B 这就是B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机会成本 就是我们的机会成本 就像小焦你现在在这里上老师的经济课 你可能这个时候应该是在看你的电视篮球节目 对吧 那你篮球节目的话是不是就是被你牺牲掉的你的一个项目啊 对 所以这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嗯 很好啊 所以这是它的定义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公式 这个公式可能现在对于你们来说有点抽象 但是等一下我们做题目的话 应该会遇到 你就可以记住了 就是opportunity of good X 我们这个good X的话也可以称之为good A 或者是苹果或者是别的任意的产品 只是这边因为是公式的话 所以老师用X 然后它的公式什么呢 分子change in good Y production 产品Y 产量的变化 change就是变化对吧 除以就那个 除以什么呢 分母是change in good X production good X的生产量的变化 对不对 嗯 可以理解吧 等一下我们会有具体例子来讲的 所以现在这个公式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好 就是你们笔记上面要记一下哦 有些知识点的话一定要记的 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吧 我们考试的时候 那些东西都是要考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总结啊 The concept of opportunity cost illustrates the simple fact that some amount of one product must be given up 就given up 是不是老师刚刚讲到的 它是不是也是sacrifice的意思 就是放弃掉的 对吧 when more of another product is desired 当我们需要 另一个产品的时候 就比如说 农民伯伯 他们种树 对吧 那他们种树的话 可能种苹果树 也可能种梨树 那我们现在 很多很多的人 就像我们 我们想要去吃苹果 那是不是就要放弃掉种梨的那些树 要多来 都来种苹果啊 那我们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想要更多的苹果树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放弃掉更多的梨树 这就是为什么 more of another product is desired 那我们另外一个产品 你看 sum of amount of one product must be given up 对不对 当我们需要一个产品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另外一件事情 或者另外一个产品 必须要被牺牲 或者放弃掉 嗯 是不是有点抽象 但是刚刚老师举的例子 是不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嗯 嗯 很好 那很好 OK 那我们OC也讲完了 你看看 跟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先讲了 宏观经济 微观经济 实证经济 规范经济 讲完了之后 是不是我们引出来了经济的问题啊 那经济的问题 是不是又引出了 opportunity cost 这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会经常考到哦 然后讲完了之后 是不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吧 AP考试啊 嗯 对 很好啊 现在觉得还好 什么 现在觉得还好 但老师你不是说 那个什么monopoly 什么比较难吗 对啊 但是我们打好基础的话 是不是对于 以后我们的学习 就有帮助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些基础 都学好的话 这monopoly 对你来说也不难的 好的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是吧 那我们继续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resources 什么是resources啊 刚刚我们是不是也讲到了 你看limited resources 然后这边是resources的定义 资源 什么是资源呢 资源 资源就是东西材料 东西材料对吧 是不是为了生产出别的东西啊 好像是吧 对吧 假设我们身上这些衣服 那是不是它的资源是什么 它的布料是不是 那这个布料的话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人工做的 也有可能是机器做的 都不一定 对不对 对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啊 anything 就是任何东西 that can be used to produce a good or service 那是不是刚刚老师说的 所有的产品 它能够来利用 来产出产品或者服务 那这个衣服的话 是不是一个产品 那什么东西可以当作 它的一个resource呢 那有可能是它的布料 那布料是哪来的呢 是不是 那些纤维组织啊 那纤维组织又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什么产宝宝土的丝 是不是 对 对吧 这个能理解吧 嗯 嗯 很好 所以产宝宝土的丝是什么呢 那是不是它是自然资源 对吧 为什么产宝土的丝是自然资源 你想想 是自然资源 是自然资源是吗 你想想啊 当我们产宝宝 它是不是在 它是在生活在大自然里面的吧 然后被我们人类抓过来 是不是 那等一下啊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产宝宝 它是不是伸展在大自然里面 那它是不是就自然里面的产物 嗯 就像野生动物 想为什么我们这次疫情这么严重 是不是就有一个人吃了蝙蝠 那蝙蝠是不是就是野生动物啊 或者说它吃了别的野生动物 但是蝙蝠是一个传染源 对吧 那这些野生动物是不是自然资源 all natural resources 对不对 嗯 对 那是不是我们有些自然资源 我们可以采纳 比如说采宝宝 因为它身上可能没有什么细菌啊 什么的 或者说我们后来就利用了人工养殖 这是后面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知识点啊 但是有些自然资源是不是我们碰不得 我们虽然我们这是经济课堂 但是其实经济讨论的东西是很多的啊 那我们是不是不能去碰那些野生动物 因为我们要有一定的界限 一定的边界 对吧 有一定的boundary 这个界限 对不对 我们他不犯我 我不犯他 对不对 我们不能去破坏这个自然规律 是不是 是的 对 很好啊 所以我们以后不要去野生动物好不好 来我们看一下 刚刚说蚕宝宝是野生 不是野生 是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 FYT小朋友能理解了吗 能理解了 对吧 但刚刚老师说是不是 为了避免有些细菌的产生 我们是不是会有人工养殖 那人工养殖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资源啊 看一下这个下面resource 这下面几个单词是哪一个 是land吗 还是labor呢 还是capital land 是吗 老师都在这个labor下面 那个那种激光笔打出来了 你想land是all natural resources 是不是蚕宝宝是land land的中文意思 可能之前我们学的是土地 对吧 但这里指的是自然资源 不是那个土地的意思 但土地其实也是自然资源 对吧 然后labor的话是人力 刚刚老师说的 那些蚕宝宝可能现在是人工养殖了 那是不是就是由人类来养殖它 由人力来养殖它 这就是labor all human activity that is productive productive什么意思呀 我只认识produce 那produce这个单词很好啊 什么 我只认识product product对这两个单词都很好啊 你想produce是不是生产 它是动词对吧 然后product又是名词产品 那productive它的形容词呢 是不是有产能的 有产量的 是不是这样子来理解 是不是很好理解 因为在经济当中 很多很多单词 其实它们的名词形式 形容词形式 动词形式都会遇到 因为我们要写那些free response questions 对吧 所以你看 所以是任何的所有的人类的活动 怎样子的活动呢 是有产能的活动 那刚刚是不是人工养殖惨宝宝 我们的产能是什么 那是不是我们为了去让他们吐丝 为了用一些丝来织衣服 对吧 来制造衣服 对吧 但是是不是因为人类的文明 250年前吧 应该是 是不是工业大革命 那工业大革命的话 是不是由那些机器来替代掉了人力 那工业革命的话 是不是就生产出了很多的机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 capital capital你们之前学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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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首都 对对对 很好 这很好 你们英语老师应该很欣慰 capital是首都 也是资本的意思 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productive 刚刚是不是这个单词学过 有产能的 有产量的 equipment or machinery 设备或者机器 对不对 那capital这里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就是机器设备的意思 哦 好吧 那刚刚老师 所以capital不是钱哦 不是钱 这边 怎么说呢 在经济当中 有时候capital是 这个资源 是它equipment 是machinery 这些设备 机器 然后有些时候 在宏观的时候 你到时候会跟 另外一个冯老师学习 宏观知识点的话 他会跟你说 这是capital 是它的资本 是它的资金 OK吗 嗯 很好啊 对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那个表扬 给你一个大拇指 所以 那capital 刚刚老师说了 之前工业革命的时候 是不是就生产出了 很多很多的机器 那替代掉了人工 对不对 所以 labor和capital 他们两个之间 是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啊 刚刚老师说了 两个字 capital的产生 是为了怎样子 labor呢 怎样子labor 是不是替代掉了 替代 对对 很好 就是替代 这也是以后 我们会学到的一个 单词叫substitute 他们是替代品 所以这个到时候 我们会继续学习 是不是经济 还是挺有趣的吧 有很多很多很多 有趣的知识点 我们可以把之前的 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例子 结合到经济的题目当中 也可以在经济知识点当中 进行解答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刚刚是不是看了 labor capital 这三个资源 那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 你读一下这个单词吧 那个 那个 FYT小朋友 enterprise 对 这个单词之前学过吗 没有 enterprise 是企业的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单词 entrepreneur 其实也是企业家的意思 然后他这边 是两个单词 是可以替换的 然后这个单词 因为比较好拼写 所以老师起来这边 以后你们这样子的话 就好记一些 enterprise 然后他的定义是 老师你把那个 刚刚你说那个单词 也写一下吗 可以 没问题 这是一个好学的小朋友 来 我们看一下 那你跟着老师一起 enterprise 应该怎么拼 pre-ner 对 是不是就是 e-n-t-r-e entry-pre-ner 是不是这么拼 是不是这样好记一些 其实英语的 音标是不是跟我们 那个中国的拼音 是不是很像 entry-pre-ner 对吧 所以这个单词 也可以记一下 跟enterprise是一个意思 一个是企业 一个是企业家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organizer 组织者 对吧 who makes choices 做决定 and takes risks 什么冒险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 我们的老板 他又要做决定 又要那个 那个冒险 就所有的企业家 或者说是那种 大老板 或者说CEO 那些那个执行董事 他们是不是都是需要 做决定和冒险的 嗯 那你说这个是资源吗 你看一下 老师括号里面写的 not resources but it's factor of production 它不是资源 对不对 刚刚老师前面 这三个 land label和capital 它是不是都是资源 但是呢 enterprise 它不是资源 它是生产要素 什么是生产要素呢 factor of production 生产要素 对吧 factor是要素 production是生产 然后这四个 其实都是生产要素 这是我们 在学经济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 都是生产要素 由于这四个 生产要素 来生产出了 其他的东西 所以这是 经济当中的根本 大家一定要记一下 还记得那个 那我等一下翻页了之后 看看你们两个 能不能背出来 好不好 看一下 land label capital enterprise 好的 很好 那你们先记一下 那我老师翻页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说的 factor production 还记得有哪四个吗 我记得 land label capital enterprise 这么厉害 很好啊 你是不是 已经超过一遍了 对 我刚才记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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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FYT小朋友 你还记得吗 land label capital enterprise 很好很好 老师很欣慰啊 那我们可以进行 新的就是点的内容了 那刚刚我们说了 那是四大要素 factors of production 那是不是了解 他们就是为了生产 因为经济 其实就是讨论 怎样子资源 合理分配 对不对 把那些资源 分配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 那个生产东西了 这个同学 是不是迟到了 没关系啊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微观经济 宏观经济 实证经济 和那个 还有一个什么经济啊 同学们 是不是还有一个 规范经济 对吧 然后把那个四大 factors of production 也教了大家 嗯 你怎么没有声音 这位同学的摄像头 这位同学的摄像头好高清啊 因为我在 我旁边有比较吵 所以我把麦给关了 你们继续上课 哦好的好的 很好啊 这就是举一反三 那frontier呢 刚刚老师说 是不是野生动物和我们之间需要有一个边界线 我们不能跨越这个线 frontier就是边界线的意思 可以理解吗 frontier是边界 什么是边界啊 你想 刚刚老师是不是说 我们不能跨越我们和野生动物之间的那个边界线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boundary 要有一个边界 就比如说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个边界呀 这就是frontier boundary的意思 哦 可以理解吗 哦 然后他也称之为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curve 就是生产可能性的曲线 这两个是一个知识点啊 只是叫法不一样 哦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定义是什么呢 the combinations 组合of two goods 两个产品的组合 that can be produced if the economy uses all of its resources fully and efficiently 记住啊 那好 老师打这个重点的 fully efficiently 是不是我们经济当中的重中之重 一定要最大化的 合理的分配这些资源 对不对 所以在经济体系当中 把这些资源合理的 最大化的利用了 然后生产出什么呢 生产出这两个产品的组合 任意组合 这都是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的功能 可以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是怎么画的啊 老师刚刚在白板上面已经画好了 来看一下 可能有点弯曲 大家可以在私下的时候也练习一下怎么画 你看这张图 可以看得清吗 老师小画一点啊 这边 这边 是不是 跟这个纵轴这边的话 是不是 老师用apple做例子 你们也可以做别的例子 比如说什么 你们喜欢吃薯片 或者是薯条 或者是 那个可乐 或者是饼饼干 都可以的 所以这边apple 是苹果 这边 横轴上面是pair 离 对不对 那这边的那个曲线 是不是老师刚刚说的是一个曲线 是个frontier 那是不是应该是弯弯的一个线啊 对吧 能理解吧 它是往外的 outward的线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长相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都说了 这是一个边界线 那边界线里面的这个点 看一下 x这个点 和边界上这个点 y和边界以外这个点 z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来思考一下 想一想它的 是不是它是合理的 最大化的利用这些资源 然后 所产生的任意组合 你看这个产品 这两个产品是apple和pair的任意组合啊 那我们来先 可能对你们有点难度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x它在边界线以内 那是不是没有运用到这些资源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因为y是在这个曲线上面的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个知识点的时候 或者这条线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这个点 在这个曲线上面移动的 因为它不仅仅只有y这个点 然后曲线内也不仅仅只有x这个点 曲线y同理也不是只有z这个点 但是有很多很多个点 但是有很多很多个点 因为曲线是由点来形成的 这个应该是数学里面应该学过 对吧 所以所有的点组成起来就变成了这个线 那所有的在这个曲线上面的点 就包括y这样的点 我们都称之为它是efficient point efficient的会拼吗 我来写 efficient 等一下 这个单词 efficient 学过吗 就是有效率 对 有效的对不对 刚刚老师也说了 fully and efficiently是重中之重 efficient就是有效的 我们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资源 都是有效的分配 所以 像y这样在曲线上的点 都是efficient points 对吧 它就是用了 maximum use of the resources 最大化的 最合理的 利用了这些资源 所以它是efficient point 然后在像x这样的点的话 同理可得 这是什么样的点呢 它有效吗 FYT小朋友 你觉得这x点它有效吗 没效 是啊 因为它不在曲线上面 因为它不在曲线上面 所以它是inefficient 它是那个efficient 前面加上一个in 就是inefficient 贝壳是什么意思 什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想还在说话 我把mine关了 好的 所以x它是inefficient point 就是没有 这种情况很正常的 所以小朋友们如果在上课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情况 还是要集中精力 继续听 所以x点它是 那个inefficient point 对不对 所以是没有利用到的资源 没有把资源合理的分配好 那是不是就是 unemployed resources 然后称之为inefficient point 无效点 这个是efficient point 是有效点 对吧 这个两个知识点能理解吧 可以 嗯 很好 那像Z这样子 在曲线外面 在编辑线外面 这样点又称之为什么点呢 开动一下小脑筋 想一想 是不是 不够了 对 很好 你想 这曲线上面的点 都是资源的最大的利用率了 那曲线里面是没有这些资源 没有利用到这些资源 那 相同的 是不是它这样子的话 无法达到这个点 因为它的资源不够 因为在曲线里面或者曲线 那个上面这些点都是 最大 maximum use 最大利用率了 对不对 所以Z这样的点的话是 not enough resources 就是unattainable 这个单词大家也要记一下 unattainable 都是无法达到的点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资源 那 同学们 想一想 怎样子我们才能 把这个曲线 移动 然后穿越这个Z点呢 是不是资源要多 因为刚才是不是资源不够啊 那不够的话是不是 才会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资源足够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曲线往外降移的话 好 老师画一下 可能会画的有点歪曲 要经过这个点对吧 然后到这个纵轴上面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它的资源变多了 它资源的变多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曲线往外移动 shift outwards 如果说是曲线的移动的话 以后我们会学supply and demand 就供给和需求两个曲线 它是要shift是左右的移动 也是inward和outward的移动 往里还是往外 往左还是往右 可以吧 所以如果是往外的话 那是不是资源就变多了 那如果同理可得 如果资源变少 是不是就是往内 就是要经过X这个点了 对吧 嗯 所以老师就不画了啊 你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一个曲线就经过X点这样子画 对吧 所以如果考试当中题目问你们怎样子要从Y点到G点 那是不是就是resources increase增加 那同理可得 对 如果要到X点的话是不是resources decrease 对吧 对 如果说那怎样子资源增加呢 你们想一想land labor capital这几点 怎样子才能让资源的增加 因为那三个是资源嘛对不对 有更多的人 对有更多的人很好 多生小孩 对就是更多的人对吧 因为labor提上去了 那如果往land的那个方面想呢 这个青卫美的佛家 精卫填海 那你想 精卫填海 不是啊 你想想apple和peer 是不是他们是生活在土壤 不是生活啊生长在土壤里面 那是不是土壤变肥沃了 或者是土地变大了 是不是这些 这属于natural resources对吧 自然资源的增加 是不是他们就可以种出更多的这样的树啊 对 对吧 能理解吧 精卫填海是要把海田平了 就像日本一样 把海田填出一个土地来是吗 对啊 这个可能工程有点浩大啊 但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然后如果说资源减少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population 人力减少 然后 人力减少 然后那个land的话 可能土地变少了 或者说是那个资源不够啊 或者说那些 那个fertilizers 就是那个肥料不够 对吧 或者肥料的质量下降 那是不是他都不能产出这样 更多的apple和peer 那capital呢 往capital方面想一想 那些设备那些机器 怎样 那就多一点机器呗 多一点机器对不对 那你说如果机器的那个 那个效率或者是technology 它的那个技术提高了 那是不是也是ok的 哦 好像是 对吧 所以是不是有两种 那我们回到我们老师刚才的那个note 那个笔记上面啊 看一下 请看 Two factors cause PPF 就是那个刚刚那个生产可能性 边界线那个图 to shift 对不对就是移动嘛 第一个 Change in the amount of resources in the economy 是不是如果资源的变多和变少 都会shift inward和 outward 对不对 那第二点 Changes i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如果说它的capital的technology增加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生产出更多 但如果人力的productivity 那个效率变低或者变高 是不是也可以移动这个PPF呀 嗯 你好啊 那刚刚老师那个总结一下 如果说点 inside PPF 就是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的话 它是unemployment 那resources unemployed 那就是inefficient 对不对 那outside PPF的话 就是unattainable 无法达到的点 on the curve的话 所有在curve上面的点都是efficient点 可以吧 嗯 可以 理解 那我们再看一个新的知识点啊 law of increasing cost 这什么意思呢 law 是不是定律 法律 increasing cost 是不是增加的成本 law that states when more of a product is initially being produced the higher the opportunity cost will be produced will be to produce still more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意思 是不是当一个产品 它生产了更多 要为了生产更多的这个产品 就像苹果 那我们是不是要牺牲掉 更多的离呀 因为离是它的opportunity cost 对吧 那老师在这个 不好意思啊 老师在我们的白板上面 来写一下 老师加几个点 这边是100对吧 我们看这条线啊 我经过Y这条线啊 这边是100 那这边加一个 什么呢 加个A点B点吧 跟XY区分开来 老师这个点画大一点 为了好区分 哦好 太大了 来看一下啊 这个点 我们称之为它是B A点 嗯 A 然后这边是B 对吧 然后呢 那这样我们延伸出来的话 是不是可以画出它的 嗯 纵轴和横轴 这边这个虚线 大家一定要画清楚 因为在我们AP考试当中 刚刚老师也提到了 free response questions的话 它会让你 不仅仅是写东西 它也会 哎呀妈 不好意思啊 嗯 哇 这个点点好大哦 对 不好意思 刚刚老师这个画错了 老师应该是要把它画成虚线的 老师你跟我一样是手残档 对 老师的美术不是很好 但没关系 老师经济好 老师你长得就很睿智的样子 就眼睛一戴 你看又手残了 我不太懂 为什么会这样 老师再来一遍啊 或者那个同学们 我们来来互动一下 哪个小朋友来帮老师画一下两条虚线吧 好不好 可以吗 那你画一下吧 小张同学你帮我画一下 看看你画的好不好 从哪里画到哪里啊 A点和B点这两个都画一下它的横轴和纵轴 哦 好的 嗯 谢谢啊 很好 画的很好 谢谢 谢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老师取的数据啊 可能画的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看 是不是在A点的时候 现在这个点 现在这个纵轴坐标这个点 是不是 如果要生产出100个苹果的话 是不是 这边生0个梨 就没有办法生产梨 对不对 如果资源这样子分配的话 那在A点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生产出80个苹果 但是只能生产出75个梨啊 对吧 B点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生产出60个苹果和100个梨 那我们这样来看 怎样子来看它的opportunity cost呢 是不是 是不是 在A点的时候 有80个苹果 那 只有75个梨 但是为了生产出 不好意思 看错了啊 是 在B点的时候 是60个苹果和100个梨 对不对 那这样100个梨的话 是不是 如果要生产更多的苹果 因为老师可能比较喜欢吃苹果 对吧 那 是不是为了生产更多的苹果的话 从60到80 是不是增加了20个苹果 能理解吗 那 那从 B点到A点 是增加了这20个苹果 可是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本来有100个梨 现在只有75个梨了 那是不是减少了25个梨啊 对不对 那减少了这25个梨 是不是就是它的 放弃掉的梨呢 对 那是不是就是它的opportunity cost 所以 为了生产出这多余的 这多出来的 Extra 20 apples 是不是 sacrifice 25 pears 对呢 对吧 那我们再往看上看啊 从80到100 是不是又多生产出了 20个苹果 嗯 从80到100是多了20个苹果啊 那是不是 从75到0啊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牺牲掉了 或者放弃掉了 75个梨 为了生产出这更多的 20个苹果 我们放弃了这75个梨 对吧 嗯 很好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是不是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这边苹果的变化都是20 对不对 那我们暂且不看 那我们来讨论这个OC是这个pear 对不对 这个梨是它的opportunity cost 从100到75 是不是放弃了25 那这从75到0的话 是不是放弃了75 那是不是在增加 对吧 对 那我们看一下刚刚老师的那个知识点 是不是就说了 它是放弃的cost 就在增加 the law of increasing cost 你看 law that states when more of a product is initially being produced 是不是我们刚刚那个苹果 是要增加 从60到80 再从80到100 the higher opportunity cost will be do more 那是不是就是更多的 opportunity cost变化 从100到75 放弃25个梨 再从75到0 是不是就放弃了75个梨 那是不是再增加 可以理解吗 嗯 很好啊 那这样子我们第一节课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来做一道题目吧 很简单的 这是AP的真题 如果你们会做的话 那你们就很棒 题目在哪儿老师 老师在 看到了吗 好像有点小的老师 那我放大一下下 可以看清吗 没有变化 我这边没有变化 真的吗 那你自己那边是不是也可以 怎么放大 我看一下 对 有一个增加 我这边可以 看到了 FIT小朋友 你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很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目 可以看得懂吗 According to the graph above 根据这个上面这张图 If a country is currently producing at point x 你看看这个 x 点在哪里 它相对应的 横轴 纵轴 是怎样子的呢 然后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producing another consumer good is ABCDE 对吧 所以这选择题选项是不是有五个 是不是比别的选择题可能会多 对吧 那这道题目是不是也挺长的 然后你想在一分多钟之内 我们就要把这道题目给做完 因为我们总共有六十道选择题 有七十分钟完成 OK 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x 点啊 x 点是不是它能生产出五十个capital goods 对吧 那是不是能生产三个consumer goods 对 那如果说它的题材是producing another consumer good 那是不是consumer goods要多加一个啊 对 那多加一个的话原来是三个现在是四个 那你看一下它的capital goods在哪里 在纵作标上 对 纵作标是什么 看一下 四相对应的 三十 三十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题目问的是opportunity cost 是什么 五十减三十 对 很好啊 这节课说明效果还是不错的 所以是从三到四 那我们看它相对应的 是不是 从五十到三十 那五十到三十的话 它问的是opportunity cost 它不是问的是多少 对吧 那opportunity cost的话 是不是就是从这个 五十到三十这个之间的距离 那就是五十减三十 就是二十对吧 然后二十你看一下 它是capital goods 那是不是就是 20 capital goods 对不对 对 嗯很好 那这节课我们的内容就这样 等一下我把回家作业发给你们做 好的 好的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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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